這個寒露發肥威力 早前臺灣還有二三十人 因為新婚賺一邊來過往 沒有拜託是跟天氣太寒 有關係 今天 拜託最寒 在新北市的富貴角只有四度三 加在這個完蛋過後 七六禮拜我們都會慢慢回回來 但是後禮拜又要落後了 早上說服運動人明顯有變得少 因為天氣有夠寒 寒露發位去上局 對全台灣發佈的結果 感染政府代表很冷 為廟歷以白 既然連工館都可能出現六度以下的 結果 甚至是中部地區跟台東館 平方館金門館都是十度以下 這是紅色政府表示很冷 春的中南部地區 運動也差不多 冷空氣是相對比較偏乾冷的情形 所以下雨的區域 主要集中在大臺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是屬於零星的這種短暫雨的情形 北部東部地區 整天都冷靜一寒 最愛激活動在今天這個早上 新北市的富貴角只有四度三 中南部日時會出一頭 有機會到一種日度 不過晚上的氣溫只有九度 明明這個溫差很大 要洗日 週六的白天開始當各地的氣溫 有可能逐漸上升到十二度 到十四度以上的程度 這不含流最強的時候 是在今天這跟明天這兩天 我們鄉親一定要穿好燒 因為早上全台灣路 很多人一年新中火更的一瓶來往生 有可能是太冷所造成的 一會人到萬聖一瓶人 一定要特別注意身體狀況